今天晚上在今晚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看《亚利美书》 25至26周 25周的一开始 我们有看到《亚利美》 关系由台人的八十 要收获到巴比伦去70年代的五元 这个事情发生在约翼京做王的第四当 也就是巴比伦王二部加二三做王的第一当 算起来就是朱镜605年 这是意识的人第一次收获 《亚利美》它让上帝好掉 就是要用八十来发出一个境界 要对他们对众众的派手间里面 可以外投过来 特别是不能再来拜其他的心明 如果没有经过国家会走阳的梦 八十来来收获 总是我们可以来想想 《亚利美》所说这些话 当时的人并没有加意听 甚至让他很多压力 这就是所谓的中言令议 中言逆议 二十六周最后有记录 《亚利美》他差一点就让人来台试的事 可能有人出来保护他 心情记录 当《亚利美》说这个有言时 他已经获得上帝23档的时间 不过非常可惜 八十没关系听他的话 所以整个国家的名义 就很清楚《亚利美》所有言的 怕阳没梦 《亚利美》有说到 《亚利美》是要赴城 马比伦王七十年 关系这七十年 在立书上的应验 有两种的算法 第一种是对朱镇 6805年 《亚利美》第一次收获开始 到朱镇 538年 保守王高烈下令让犹太郎 可以回到业务三令为止 其中的时间大概是七十当 另外一种的生活是 对资金五百八十六年 犹太修复开始 一直到资金五百十六当 省电灯新起就完成 这也大好是七十当 除了有原犹太郎 八十年会收历 也在美业的有原 当上第所定日子久的时 上帝也要来出发 巴比伦和其他国家 二十六七月十三日 这样说 现在你们就感情 你们的作为 听谈要发你的上帝的位 他就要反悔 不像他所说的在意 赶给你们 这是上帝通过压力美 要表达的一个心意 我们可以对犹太郎的历史 来自驾思 会让他听谈上帝的位 他吃醉最上帝所 祝福的驾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